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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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存压力之下 没有将留住更多用户当作提升估值 莫得更多融资的筹码 但留住用户真正靠什么 用一些小把戏粘住消费者 偏似能靠羊毛 但绝非长远之际 老百姓有句俗话 有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靠打马虎眼或许能拼一波用户 但后进场的消费者就不会再上当了 一旦类似乞贼套路多次上演 用户的消费体验是逼急转直下 用脚投票将其弃之一于就是迟早的事 这只是一个活动 用户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 并不存在误导消费的情况 面对舆情纷纷 小黄车相关负责人员这样回应 聊聊术语 显然不能平息消费者的不满 希望相关企业能认清一点 不管商业模式如何变化 老老实实做好服务 提升企业 才能长远留住客 才是企业的立生之本